银保监会最新统计 今年以来 中国贷款投向结构进一步优化 今年前五个月 新增贷款的一半 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等领域 其中制造业新增贷款1.4万亿元 同比增长10.1%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增长 明显加快